大聲喊著口號強調公司協力的重要性 多個動保團體回顧著十多年 在推廣動保議事及工作的過程 動保團體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動保議事的抬頭 早期的時候的一些動團 其實真的是比較辛苦的 不像你可以看到越是最近的一些倡議活動的話 其實它的開花結果的時間是可以縮短的 我覺得這個就看得出來臺灣社會的進步 尤其是在動保的發展 不只動保觀念上的推動 事務上動保團體注意到 因為山區私設俗稱山豬吊的套索陷阱 導致去年發生多起臺灣黑熊誤入陷阱 甚至不幸死亡的案件 希望農業部動保司能在動保人力短缺等議題上 有效提升及改善 動保團體將這近十年來和工部門合作 解決像是動物陷阱流浪動物等的點滴集結成書 希望在公司協力的合作下推廣動保意識 也讓民眾了解動保的重要性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